早前我在我自己本身的社交平台上 也就是在脸书呢 就发现了突然很多朋友在聊两个字 就是躺平 当时候我就以为说是朋友跟朋友之间的开玩笑 后来我才知道说 哎并不是 主要躺平呢 其实是在中国流行的一个网络用词 那其实在躺平这两个字的背后 有一些心理状态跟一些心理元素 是值得我们一起去好好探讨的 精致人生 品味生活 每一天一起把日子过好 下班忙什么 话说近期呢 在中国的社交网站呢 就出现了一篇有关躺平的贴文 那就受到了极大的关注 那也有一些网民呢 就会发文说啊 他自己一个月的消费呢 其实只有200块的人民币啊 换算成马币的话 大概才129块 哇我真的觉得太厉害了 房子车子当然跟他无关 那他每年主要的经济来源呢 其实就是去当临时演员 就是躺尸两个月 这个尸就是尸体的尸 那其余的时间呢 他都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他说自己的这种状态就叫做躺平 不过呢 这个说法呢 其实是遭到了中国官媒呢 是批评为可耻 那他们就说呢 躺平啊 算是没有生产力 那这个做法呢 是不利个人 还有国家的发展 并且说呢 任命可以 躺平不行 而且呢 还呼吁年轻人 就是不负使命 不负家国 不要躺平 那目前我们按照这样看的话呢 就知道说躺平这样的文化 跟这样的讨论度 现在在中国的社交圈呢 是非常非常的火红 那包括在马来西亚 也有越来越多人呢 去做这方面的讨论了 那我觉得说呢 躺平这件事情呢 确实有很多的层面 是可以讨论的 所以今天在下班生活之 除了有我佩玲之外呢 我们也邀请到这个朋友 临床心理师 耀文 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 现在呢 回来就有他的声音的出现 不要走开 好的 那刚刚呢 所有的朋友听到的 就是这一期节目的 这一个开场白 那也希望说呢 我们今天可以在 下班生活之当中呢 来聊一聊躺平主义 躺平现象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坦白说 我一开始在看到 躺平这两个字的时候 我也是非常的疑惑 为什么躺平突然那么红 所以今天就作为 我们节目讨论的主题 那大家在Facebook 还有在YouTube 就看到我们的这个视频 就看到我们今天的嘉宾 耀文 先跟耀文打招呼 哈喽 哈喽 佩玲好 所以CD Plus的 这一个听众朋友 大家好 是 那当然我们现在呢 马上就要进入到 节目的讨论 所以呢 希望所有的朋友 看到我们这个视频的朋友呢 先帮我们做按赞 留言 然后分享的动作 因为我相信很多朋友 都有在关注 这一个所谓的躺平现象 不过当然 我们不只是要来聊 这么红的一个网络现象 跟网络讨论 我觉得这个背后 有很多的一些心理状态 跟因素 是指的我们探讨的 不只跟个人有关 也跟整个社会的状态有关哈 所以我们才会请 耀文这个专业的临床心理师 来跟我们聊一聊 好 那我们现在马上进入到节目的 这一个讨论的部分 就像是刚刚开场白 有讨论到的 躺平的这个讨论的热度呢 其实在最近的这几个礼拜呢 依然就是高居不下 那有关的这个话题跟评论呢 现在是迅速登上了这个微博的热搜前十 还冲到了将近四亿的阅读量 我觉得太厉害了 那躺平主义其实讲的是什么呢 就是说呢 在整个社会的压力面前 选择逃避 那回到一个慢节奏 低欲望的生活方式 那看起来呢 就是不奋斗 不加班 不消费 那现在就形成了一股的风潮 就叫做躺平潮 而且还吸引非常非常多的年轻人 就是参与其中有这个共鸣 那不少人呢 就认为说啊 用这个减少劳动 降低生活欲望的 躺平的这个状态啊 是可以消极的对抗 过度竞争 但是却难以获得回报的社会现状 那说了这一长串之后呢 相信现在在听节目的朋友都知道说 我们今天要聊的 其实是一个相对非常严谨 非常重要的一个社会议题 它不仅仅是一个网络的热收用词的现象而已 我是佩玲 马上要欢迎我们今天的嘉宾 有的就是有临床心理师 耀文 耀文你好 嗨 佩玲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 是 所以耀文马上一开始 第一个问题就是要请教你 刚刚我说了这个现象的前奏之后 想要问你啊 那你认为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年轻人 会去响应这种所谓的躺平主义呢 好 那我们首先开始去看 因为这个现象一开始是从这个中国网友那边提出来的 那可能对大家想说就是 好像离我们也有点远 虽然我有那个共鸣 但是他其实如何跟我们相关呢 那在这一边可能会给大家一个字眼 叫做劳动回报笔 大家听到可能就很多只耳朵了 什么来的呢 那大家可能可以回想起来 最近我们的这个新闻有出来的一个报道是说 现在大学生的这一个 刚大学毕业出来的大学生 他的薪金现在到了什么程度呢 1500块一个月 大家开始就想的时候 1500块一个月我读大学读了4年出来 那我现在在这个时候 我究竟要找工作还是不要找工作呢 现在大家可能开始有一点感觉了 原来这一个劳动回报笔就是这个意思 我究竟我去工作我这个努力值得嘛 就算我那么努力的去工作过后 我的那个回报回来能够让我好好生活嘛 这个生活指的是社会的一个 大家的一个社会的一个看法 觉得一般的好的生活是怎么样的 你要有一间屋子啊 然后你要有这个交通工具啊 平时你要能够吃啊 能够穿啊 一时住行要过得差不多 那这些全部都需要消费 但是如果今天我们来到这一个 1500块一个月的这个薪水的话 究竟我要做还是不做 做了过后我也不见得能够过好 现在的社会要求我要过的生活 那怎么办 所以如果我们谈到这边的时候 我们就开始比较能够明白了 为什么现在有一些年轻人 会开始响应这个躺平主义了 因为就算我们努力了 他整个的这一个付出的回报不成正比 我不能够过现在应该要过的生活 那如果我要求存的话 我会有降低我对生活的一些要求 那当然 要问你不好 因为你在我们的节目一开始就提出了一个 很沉重的话题 是因为 这一个就是我们想要让大家去感受的 就是如果大家平时去看 躺平好像离我们好远 或者是说这些人怎么他不会 不失进取啊 怎么他会消息啊 不努力啊 我们的那个年代打个比喻 很多人会说的 我们几十年前的那个年代 我们也是出来这样子聘这样子 可能那个薪金也是五百块一千块 我们也活得很好啊等等 但是我们首先要看的是 整个社会大环境是怎么样 当然我们不是说要为大家 就是这个背书讲这个东西一定好 只是我们想要看看的是 整个现在社会的真实的情况是这样 再加上 现在其实市场已经饱和了的 现在大多数的大学毕业生 可以说是整个大街都是 那你要比别人付出的更多的时候 可能你心情也不达标 然后再加上了就算是 我们最近才发现到一点就是 我们原来大学努力的东西 触到来其实跟社会企业需要技巧也不接轨 这变成大家在一个非常没有方向的 情况了究竟我要怎么努力 努力在哪里 是所以这一些种种呢 都可能会让到大家有一个迷失 然后开始大家就觉得 躺平主义是不是一个我也可以考虑的点呢 我觉得事情的发生是从这一个角度去看 我非常喜欢耀文在节目的开场呢 就为我们下的这个注决跟解说 因为呢 躺平看起来好像跟我们无关 但是他只是名称上的一个不一样 对 那其实你反过来看这样的一个态度 去对应所谓的过度竞争 我们努力了 但是却又没有回报这样的一个状态 其实在马来西亚也是有这样的现象出现的 OK 那我想问一下耀文就是 那我们今天来讨论这个所谓的躺平现象 躺平行动 躺平主义的时候 你会觉得它是一种消极的反应吗 还是一种在整个社会前进的大环境底下 它是必然会出现的呢 那我们这一边来看一看 我觉得我先不要以消极跟积极的 那一个角度去看吧 现在我们所谓的所有的积极或者正面的生活方式 如果我们真正去想的话 它是真的是生命的本质吗 还是说其实是一个社会带给我们的一个思想而已 而这个思想是为了让我们整个社会能够运作的 好 那打到比喻 我们一定要念读大学出来 然后我们一定要在什么岁数的时候结婚生子 才是有上进心 那这一些东西其实是生命生活的本质吗 还是说是必要的 怎么样 这一点我们首先要去看 所以变成了什么 其实它可能是其中一种面对生活的另外一种方式 好像现在蛮多年轻人 他会有这一个词语叫做YOLO 就是You only live once 你只是活一次 究竟你要怎么活 那有些人他就选择了这种活法 但是会遭到很多人的一个不了解 反对批判 因为为什么这样呢 是不是因为它会造成整个大环境 一个非常严重的后果呢 那这个也是我们可以去看的 所以变成另外一个角度 我们记得有一些说我们讲说 我们如何跟这个大的体制去做这个抗衡 那当我们持续小小的发生 但是没有得到一个很好的回应的时候 我们很常是很努力的说 其实我们现在这一个这样子的工作方式 996就是早上9点到晚上9点 一个星期工作6天 但是其实它已经影响了我们的生活 我们家庭的生活 我们人际的关系 我们整个的心理的健康等等 但是从企业的角度 从国家角度 可能说我们的国家需要发展 需要进步 这个是必然的 一个小小的声音没有被听到 然后它不只能如何去 恢复平衡的时候 它就又变成了用这一种 挤起大家的一个 我们所谓共同努力的一个方向 希望可以发出一个更大的声音 那可能我们就想回去 它这个是不是另外一种和平的声速呢 可能以前的时候 我们有在一个干地的那个时代 它说好 我们现在我们要让社会回到正轨 但是我们不要破坏社会 它就用了一个无心 无声的游行的方式 然后结果得到很大的回想 很大的在一个大家看得到的点 那这一个 如果它今天纯粹躺平 只是不想要努力 它讲说好 我就算了 我就放弃了这个人生 那我们可以讲说是消极 但是如果同一个行为 今天我躺平 但是我背后的那个意义 是我想要发出一个很大的声音 让社会开始正视这个问题 而我们在这个被正视过后 我们做出一些改变 那一个就是可能是一个积极的 这个部分 所以我们不能够单凭一个行为本身 就决定它是否是积极还是消极 我们要看后续 跟它背后的那一个目标 跟它的目的 这个解说我喜欢 因为我们看到的躺平是一种行为 但是在这个行为的背后 我们要达成的目的 其实真正才是我们想要去奋斗 或者是想要去追求的一个理念 那这个部分呢 才是更值得我们去讨论的 所以言下之意 有一个问题是这么问 就说躺平主义究竟是接受了现实的残酷 还是逃避 那关于这个问题的答案 要问你的解说应该跟刚刚你给我们的这个回应是一样的 对吧 主要还是看我们去接纳 或者去呈现这个所谓的躺平 我们的目的是什么 那我们现在来这一个部分 可能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个小小的心理学的这个实验 这个实验呢 它是这样子的 美国有一个心理学家 在1967年的时候 他透过动物做研究 他把一只狗放在一个笼子里面 然后呢他只要每一次那一个鸣风的那一个 鸣风气一响的时候 他就给这个电击 这个电击呢 会把那个被关在笼子里面的狗 他逃避不了的 所以他就很痛苦 那经过多次的实验过后 每一次这一个声音一响 他就给电击 那那个狗他就已经很痛苦了嘛 那在后期段的时候 其实这一个实验的人 他已经把门打开了 但是他每次依然把这个声音播出 再放电击 那个狗他反而没有做任何反抗 他就是好 我就是绝望了 我就坐在那边等你电击 我就好了 而这个东西我们叫做习得无助感 就是我们学习到的一种绝望 那这个东西如何跟现在我们今天讨论的东西 来做一个连结呢 也就是说 有些人他可能不是那一种完全不想努力的人 只是他努力了很久 他找不到一个方法 所以找不到一个方法 他撞了太多石板过后 他就累了 他不知道如何做的一种自然的反应 会不会是这样呢 我也想把这个东西留给大家做一个思考 哇 听起来好沉重 然后呢 就会套放在自己的身上 然后有些听众朋友 大概就现在应该听着听着 就会想哭了 因为这是一个整个大环境的一个无奈 他真的不是自己不要努力 而是可能真的努力了很多 但是一直不断的遭受各种的绝望跟打击 那之后呢 他不努力真的是他的错吗 这是一个问号 那我们接下来下一段呢 将会继续聊 针对这个躺平现象 来做延伸的一些讨论 不要走开 哎呦 腰文 心酸哦 现在听你这样讲 那我们下一段要不要再轻松一点 我觉得 我们下一个大翻盘 我觉得都可以 都可以 主要是从你的这个专业去聊这个现象 是因为我觉得 它其实就是一个现实 对 它是沉重也好 轻松也好 它其实是一个现实 只是说 我觉得我们最重要的是 从自己不同的状态当中 怎样去看到这个现实 然后去做自己能够做的调整 我觉得这个倒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 这个比较重要的一个目的 因为每个在听我们讨论的人 他其实会有不同的状态嘛 有些他真的是因为像你说的 他遭受了很多不同的绝望跟打击 他现在可能就算有一些希望 但是他可能已经没有 没有力气 没有这种向往 因为他已经失望太多次 但会不会有些人是没有尝试过 他就直接判自己死刑 也是有你知道吗 所以我觉得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讨论是很有趣的 我们就让听众他自己对号入座 他是属于哪一种人 他是面对的是什么状况 然后他听了你的这个分析之后 他有没有办法去做一些调整 我觉得这个是很有趣 所以现在我们的这个视频 还在进行当中 相信有些Facebook的朋友 看到我们幕后的一些讨论 那欢迎大家分享出去 给一些有需要的朋友 去做自己的一些思考 我觉得这样的思考是非常的有趣 尤其现在我们都在疫情当中 那你可能有更多的时间 去自我反省 自我对话 那这样的讨论是很有意思的 OK 来先帮我们把这个视频分享出去 刚刚我们在off mind的时候呢 也小小的做了一些讨论 我觉得耀文今天提出的几个观点呢 是非常的有趣 因为每个人呢 所处的状态其实都不一样 有些人呢 是尝试了一百次之后 他才无奈的放弃 但是有些人呢 可能连尝试一次都没有 他就自己判自己死刑 所以不同的状态 有不同的躺平模式 那不同的躺平模式 当然也会掀起不同的讨论 最重要的就是 你自己才知道 你是哪一类人 那你需要做出怎么样的调整 希望今天这样的讨论 对你是有所帮助 我们先来看一下 中国官方的一些说法 那中国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的院长呢 李峰亮他就发文批评说 唐平是不负责任的态度 你就是对不起自己的父母 你还对不起呢 千千万万个在努力工作的纳税人 那当然这样的文章呢 确实就是获得了一边倒的反对跟批评 OK 那当然也是有些人是认同的哈 那不少的网民呢 就认为说 你这样的观点跟看法啦 其实就是居高临下嘛 就是一种站着说话不腰疼的一种态度 那当然有些人呢 就说唐平不代表自己不要奋斗 唐平真的是因为各种现实 各种打击 各种绝望 所以才无奈 那当然这个说法也有对应到 上一段耀文提出的这个观点 所以耀文想要请教你哦 出现这样的对立 其实我觉得是必然的 因为必然会有不同的声音的出现 会站在不同的角度跟立场来看事情 可是加剧这两边之间的矛盾 它可能会是什么原因呢 其实我们在这边比较可以看到的 我会先讲的是 从社会学的角度去看 这个资本的主义 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原因 为什么会提到资本的主义呢 是因为刚才那个教授所说的是 你们这样子是不负责论 其实它对于国家的发展 对经济的发展是不利的 今天只要你没有这个消费的能力 你们没有去消费 你们没有欲望 其实整个经济会倒下来 我们看看日本 我们就会知道 那其实已经很多的这些啃老族 或者是说在家里不出门的那一些部分 他们对消费欲望很低的时候 其实整个的经济会垮掉 所以每一个人之所以 他有一个立场 是因为他们背后相应的 那一个目的跟功能性 所以在这一边 它就加剧了这两边 然后另外一边的部分就是讲说 我今天我不知道大环境怎么样 我只知道我要需要活下去 人是求生的 我需要活下去 我就要一个 我可以活下去的方式来进行 大家可能讲说 这样子好像也不太对 那可能我问大家 今天我们会觉得说 从以前的年代 可能父母亲的时候 他们讲说 我们可以生很多的孩子 那现在我们讲 对生孩子这个课题 我们讲说其实我们要控制一下 因为我们要给孩子这个很好的 生活的那一个品质 所以就生少了 但是其实这个东西又对整个大环境不好 因为会有人口老化 所以今天我们如何满足自己的需求 跟满足整个社会 整个国家的发展之间 做那一个平衡的那个拉扯 那这个是一个很大的课题 所以为什么变成了 其实谁都对也谁都错 只是大家都还找不到一个方法 可是在谁都对谁都错的 这样的一个大环境之下 似乎我们只会加剧彼此的一个矛盾 跟对立 可是这样也不好啊 那反过来说 我们是不是要努力的 在不同的群体当中 找到一些平衡呢 是 而这个平衡的部分 其实就有一个很大的地方 我们叫做沟通 沟通是一个很大的关键 但是你看今天的沟通是怎么样的 好像今天这个谈平出来的时候 就有人是 用网民的角度来讲 就是你站在一个很高的道德点上面 直接的批判 你不是一个沟通 你是一个从上而下的一个 我们所谓的折罚 或者是说指责 或者是说我传达一个命令给你 那这样就不是一个双向的沟通 所以刚才佩玲你说的一个很重要的点 就是我们任何的东西 我们都没有一个完美的答案 但是我们有办法在双方平等的一个状态底下 互相的交流 来一起找出一个平衡的方式去解决 我觉得这一点是大家需要去努力的一点 那你觉得这样的现象在马来西亚也有吗 你的意思是说躺平的现象吗 对啊 我们其实这个躺平的词 它是刚刚才出来而已 所以变成马来西亚没有这样子的数据 但是我可以去看到一些相关的数据 我来给大家听一听 我们讲说肯老的这一个部分 最近2020年的时候有一个数据是这样子的 马来西亚其实有76万人 年轻的人15到24岁的人 他们是没有在读书没有在念书的 没有在工作的 也没有做任何的这一些职场的训练的 他们就是在家 那76万人马来西亚3000万人口 其实就占了2.5个百分比 然后我们再看另外一个数据 马来西亚的肯老族 占全球排名第四 这么高 是这什么意思呢 肯老族是什么意思 就是他们可能说的是 就算你们读完大学出来 或者是念完书出来的过后 其实你们还是一直在靠着家里的支柱 当然这个肯老族 他跟躺平族有一点点不一样的 就是躺平族是讲说 我把我的欲望降到最低 消费降到最低 我用最简单的生活过生活 但是肯老族可能是说 我还有消费欲望的 我还是想要过好生活 不过我不想努力而已 所以这边当中就有一点差距了 究竟你们是哪一种 那当然最重要的还是 一开始佩玲里面 你在前面所提到的 其实还有一些人 是我真的很努力很努力的 我找不到方法 那所以我就先暂时休息下来 那这种也是有可能的 如果是这一类人的话 其实我们要找的是 另外一些方法 另外一些群体能够帮助我们 看得到盲点突破的 那就OK了 好 我特别还想要拉一拉 关于刚刚谈到的那个平衡 所以如果说 当然我们说完完全全的 就是这样 这个生活的欲望降低 然后不消费 然后不买房 不买车 可能还不交男女朋友 然后朋友的圈子 也缩到最小等等 这个就是现在躺平的一个状态 那我相信这样的一个状态 在我们现今的社会当中 也有不少人 我说的是在马来西亚 只是因为目前还没有这个数据 去做一些统计 那这样的情况 在马来西亚如果越来越多的话 它会不会对我们的总体大环境 也会造成一些影响呢 其实绝对会的 尤其是对于长期 这个东西就是我们在日本 现在所看到的一个现象 因为很多人已经是 已经是没有了这一些消费欲望 变成车啊房啊 全部没有了过后 整个国家的经济 是需要超出口等等的那个部分 那整个东西它变成什么呢 社会的议题会越来越严重 因为经济来源没有了过后 其实整个东西会倒嘛 就是税务啊等等的东西 那它其实躺平 如果大家是以一个躺平 但是没有后续行动 只是纯粹是躺平 这样子过的话 现在可能是暂时的休息 但是后来其实是 整个时代的人一起在 承受那个后果的 在痛苦的 OK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节目 想要带出的一个重点了 也就是说躺平 如果它是一小段时间 它如果真的是努力了之后 没有得到一些回报 想要暂时休息 想要暂时降低欲望 想要暂时不消费 那它可能是一种休息的状态 但是如果参与这样的状态 越来越多 那当这一个时间点 越来越长 它会不会对于个人 未来的一些计划跟发展 还有对于整个社会 跟国家的一个进步 造成一个负面 甚至是倒退的影响呢 这个部分可能就值得 我们延伸讨论 所以现在都回来呢 我们就把这个讨论的范围 再稍微扩大一点点 它是否真的就是 它是否真的不仅仅是一种 纯粹的发泄或者不满 它是不是有一些负面的影响 大环境的影响 是值得我们来关注 那当然 我知道在这样的状态之下 它里面夹杂着很多的 无可奈何 那我们有没有办法去调整 这样的无可奈何呢 下段回来更有意思的讨论 不要走开 今天在跟耀文来聊这个话题的时候呢 我真的是越聊 那个肾上腺素呢 就开始越飙升 主要的原因呢 是因为这样的议题背后看起来好像是一群年轻人的集体行为 但是我们要认知到一个点 当参与的人越来越多 当持续这样的状态的时间越来越长的时候 它是否真的会给整个社会和整个国家的进步 带来一些压力或者是阻碍呢 当然这是一个很开放式的问号 因为我们目前这样的状态还在持续的发酵当中 那它是否会带来这样的状态 不一定但是会有这个可能性吗 那我们就看到呢 中国的金融学家呢就表示说 其实呢在这样的躺平主义的选择的背后 它浮现的是什么呢 它浮现的可能就是现代的中国年轻人面对的庞大的压力 还有无奈的一些困境 那可能他们没有办法做一些非常激烈 非常直接的一个反应 所以呢他们就用了这种比较含蓄的方式来表达对于现状的一些不满 所以问一下耀文 刚我们有谈到嘛 关于时间的选择 关于状态的选择 关于自己心理因素上的一些展现 所以可能有些人就会问了 难道我真的不可以躺平吗 难道我真的不能够减少我的欲望 用一种非常低消费的状态去过我的生活吗 好那其实在这一点上 我们可能会要去看的是 那接下来这个也是听到很悬 那也是非常确切的一个议题来的 叫做人生的意义到底是什么 哇哦 为什么我们会这样子说呢 因为其实有两派人的 一派人是说 其实每个人人生会来到这一边 有他特定的意义 有他特定的责任 有他特定的这一个东西要去做 但是其实还有另外一派人 我们所发现的是 其实人生是没有意义的 人生是没有意义的 你自己去找那个意义出来 你自己赋予你自己人生的一个意义 所以这一边就变成了什么呢 刚才我们有谈到的嘛 有一派人他们是讲说 你这样子做 其实你是对国家不负责任 你对你身边的人不负责任 你只想你自己过自私的生活就好了 那整个社会的运作怎么办 那这一些他们可能就相信讲说 人生来到这边是有意义 有特定的东西要去做的任务 但是另外一些人就讲说 生命是我的 为什么我不能够用我要的生活去做 那在这一边 可能大家要去想的是一点 我要回答 到底我可不可以躺平呢 手下问我自己 今天我自己是怎么看我的人生 我知道我要什么吗 如果我不知道我要什么 我纯粹只是因为绝望 因为跟风而做这样子的举动 那可能你会后悔的 因为这个东西不是你真正要的 因为这个躺平下来 其实会影响一辈子 但是如果今天 我真的是思考了我的人生 我觉得这样子的生活的形式 是我要打个比喻 我不想在大城市生活 我想要去隐居 我想要去深山修行 那这一些没有人可以说你错 只要你真的去做到 然后符合你自己想要的 跟没有影响到其他人 没有伤害到其他人的话 所以这一个部分是大家要去思考 OK 哇我们今天的节目呢 就是要不断的鼓励大家 做更多的思考就对了 思考是必然的 不管你希望你的人生 用怎么样的状态去过 我觉得你都需要去思考 因为你思考了之后 你才会往那个方向去前进 你才会为自己建构 你自己想要的人生是什么 当然我一直都有一个想法 就是你想要的人生是什么 真的就是你个人的一个选择 但是当同样的选择 同样的状态越来越多的时候 它必然的就会给整个社会 跟整个国家 带来了一些可能是动力 也可能是压力 也可能是阻力 OK 不同的展现 会有不同的一个状态的出现 所以最后要请教一下药文 那当然我们说呢 对于整个大社会来看的话 我们当然是希望 整个社会的一个循环跟运转 是处在一个比较活跃 跟比较活络的一个状态 那它才能够以一个 比较健康的形式往前行动 这是整个社会跟整个国家的一个期许 所以反过来说 如果年轻人在整个大环境底下 真的就是面对了很多 无可奈何的压力 面对了很多困境 我们常常说 这个世界确实是越来越开放 机会越来越多 但是我们要创造成功 累积财富的方式 其实跟过去相比 挑战是更大的 所以困境跟压力自然就变得比较多 那你会给予现代年轻人 怎么样的一些建议 或者是自我调整的方式 以便我们能够在顺应 整个社会的变化的同时 又能够保有我们自己的个人特质呢 好 那在这一边 我们可以看到的是 躺平之所以会出现 是因为无奈 因为整个的那一个绝望 那现在如果我们要 重新去应对 这一个趋势的话 其实我们要的是一个希望 但是这个希望 它不可以是虚无缥缈的 它已经要有方法了 所以佩玲才会讲说 到底怎么样做 不要跟我讲这么多的 这一些奇奇怪的东西 怎么样做 那我们手上要去看 这确实 现在可能那个 整个的大环境变化很快 如果我们可以去看的话 以前只要你有这一个 读完大学出来 肯定有一个工作 生活是平稳的 但是现在不一定了 你读完大学 大学生过剩 然后企业的需求不一样 那怎么办 这个是绝望的部分 希望部分在于什么呢 我们可以看一看 谷歌 他们最近的那一个做法就是 其实你不需要大学毕业 但是你只要上一些 网上的这一些特定的课程 而这些课程 它是完全贴切到企业的需要的 你上完这些课程 可能三个月六个月 有些甚至免费 有些甚至它给你这一个 我们所谓的奖学金 那它现在变成怎么样呢 它让大家的那个时间成本缩短 它让大家的这一个 努力的这一个成本的代价缩短 来达到真正的回报 那这个是第一点 我们可以看到 社会其实也有在一些正向的改变着 看我们能不能够做到 另外一点就是 如果我们现在平行而论的去看 可能很多在经济上 比较能够赚到钱的人 它未必就是要是那种 我们所谓的高材生 它未必是要那种非常努力到完全不能睡觉的 而是他们是能够找得到圈子 找得到方法的人 那这一边我们就提到了 现在是一个跨领域的时代 一个cross industry的时代 你有一个才华 然后你再去跨界跟另外一个才华 做一个结合 那基本上就OK了 好像现在我们看到很多的 这一个社交的媒体的那一个部分 好 我可能是一个读经济的 但是我现在出来 做这个经济的博主 那这一个有一个新的跨界的领域 然后接下来大家互相的合作 就是我们有没有办法找到 而且以前我们要 人家看得到我们 我们一定要透过传统的媒体 传统的媒体的那一个机会 非常的少了 但是现在社交媒体 只要你想得到那个爆点 你就是可以 所以在绝望的时候 我们也是找到希望 但是很多人会说 我试了很惨很难 找不到方法怎么办 这边最重要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你的社交圈子 你要找对那一个圈子 那一个圈子是 他们是一直在找方法的吗 还是说他们已经成功了的吗 还是说他们现在正在召集着 一个团队一起去做一些事情 只要你在这一些圈子里面 他们是活跃的 他们每一天都是一直在思考着 我如何让自己走出来 我如何让整个的团队走出来 那只要你跟这一些人在一起的话 你的那个绝望的感觉没有那么大 你会看到那个希望 我们每次所讲的痛苦 当你是跟人家讲出来 你是分担掉一半 快乐你跟人家分享出来 它是双倍的 因为大家会感受得到 所以今天如果我们真的有 那个很想改变的心 只是我们一直失败 一直找不到方法 一直绝望的话 从这边出发吧 往那一个圈子去找 言下之意 来到节目的尾声 要问你本身会觉得说 如果有些年轻人真的要选择躺平 不管是什么原因而选择躺平 在决定要做这件事情之前 是不是可以再多努力一下下 是不是可以再多给自己 扩大自己的生活的社交圈 是不是可以给自己建立一些希望 那再去决定我们要以怎么样的状态 去迎合所谓的躺平 是这样吗 好 那当然这一边我们有两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就是 如果听的人他不是躺平的人 他会讲说 我鼓吹这样子会不会是很不好 但是如果听的是躺平的人 就算我们讲什么道理的话 他就觉得不重听 但是我现在想讲的是这样 今天我们选择躺平 不躺平都好 其实我们都会有 人生的责任 责任是什么呢 今天我躺平了过后 以后一定会有结果 那个结果是我要承担的 那我能够承担这个东西吗 我努力过后的失败的痛苦 我承担了 所以我要逃避 那我就用躺平的方式 躺平的方式将来 整个大环境倒了下来过后 这个结果我还是承担的 我愿意吗 不问自己这一个问题 那如果今天你说的躺平 我只是要做一个 让大家社会听到我们的声音 这样子的话 企业啊政府可以跟我们来一个对话 重新让我们的这个机会比较公平一点 那有后续的这一些的话 那你非常清楚知道你要做什么 那我就不能够 社会的人士可能也不能够批评你什么 所以回到当初 你为什么选择做这件事情 跟你能够为自己负责吗 对 你要做出怎么样的选择 他必然会有一些怎么样的结果 而这个结果是你个人承担得起的吗 你愿意负责吗 那是的话就没问题了 是这样的意思对吧 要文 OK 今天非常感谢要文来跟我们做出 这么样的一个讨论 我觉得今天的这样的讨论 特别有意思 也希望能够在疫情当中 给予一些可能真的在面对一些挑战 或者是一些无奈状态的朋友 更多的一些思考的出口 你可能会在这样的思考当中 去更明了自己的选择 更愿意承担这样选择的后果 那或许你就会很清楚的知道 我接下来该怎么做了 谢谢要文 谢谢